這是什麼遊戲 設計球 不可能吧 在這裡 我們抽到的是 新竹 新竹有什麼 是餅 是嗎 還有那個麵線 米線 東粉 我對新竹不熟 東線 我是一環 我希望這次的旅行 有一點辛苦 但不要再辛苦 我是秉溪 我希望這次的旅行 又輕鬆又刺激 我們要去旅行了 我要搭便車 我超級漂亮 趕快讓我搭便車 加速 好意思 還說加速了 咻咩 你打工基金的用途是什麼 我要買很多漂亮的衣服 轉錢去追星 來 摩托車 來 新手機 登記我的攝影裝備 走出舒適圈 就寫了 來囉 你覺得多少 300 你對 這個叫做300 300塊 我們說到了300塊 好 請尋找新竹的萬獸之王 與他共舞不共舞 要跟他打架嗎 他不跳舞 那我不要了 新竹的萬獸之王 是誰 還沒走進去之前 在那個小路 就已經聽到 超大聲的 然後一進去 我們就才想 吳龍舞獅 整個結束之後 獅頭一拿下來 我整個嚇到 後面尾巴竟然是一個弟弟 然後阿公在拿那個獅頭 真的很佩服 你知道我們這個是 什麼獅子嗎 吳龍舞獅 吳龍舞獅嗎 他叫客家方口獅 然後他是非常珍貴的客家文化 就是我們目前最年長的是 我們的張建然團長 82歲 最年輕的是我們的 五歲六歲的妹妹 就是大家就是很齊心協力的來 維護我們的客家文化 我們的客家獅 那你們看到我們這邊 這是我們整個客家獅的組成 這是獅子客家獅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大面 沙和尚 他在我們的武獅的組成角色裡面呢 他是有點帶領獅子去玩 對 然後是我們的小面 猴子 猴子為什麼會有猴子 就是沙和尚 他在跟獅子在玩的時候 我們的猴子 看他們兩個在玩 也想要 對 也想要一起玩 所以就是到後面 就是變成三個獅子 沙和尚跟猴子 就是會一起玩在一起 還有在最後是我們的鑼骨 那這以上呢 就是我們的客家獅 我們來看我們的獅子 這邊是我們的太極 這個王呢 是我們以前 皇帝刺風的王字 這個是不能改變的 然後再來 這左邊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邊是什麼 毛筆 對 毛筆 毛筆代表文 然後這邊是葫蘆 所以代表舞 所以左文 右舞 然後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武師 我們不是武龍武師的武 我們是武術的武 武功的武 對 武功的武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每一位 就是在我們客家獅團隊裡面的成員當中 每一個都用盤著我們的武術的底子 那接下來你們想要學一下嗎 好啊 當然 第一個也是我們最重要的動作 馬步 要扎馬步 腳打開 第三站好 蹲下去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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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就是走七星步 有沒有剛剛發現我們在走的步驟 都是七星步 我們七星步的第一個步驟 第一步左腳上 然後二交叉回來 第三步左腳退 第四步 右腳回來 第五步左腳上 六七 然後一二三四 對 好 我們再來一次 好 是不是有感覺了 有 抓到了 有 要駕馭勢頭了嗎 好 好 低一點 然後因為你的身體還要再彎下 這樣 這樣 不管是你的手肘 還是你的手腕都可以跟著動 好累喔 好恐怖 太累了 手很痠 不行了 換人 一 二 你的屍頭 我剛剛說的 左右可以動 對 手腕可以動 濕頭跟濕尾都超熱 而且真的很重耶 然後你又要 放腳 又要弄頭 又要弄手 就很累這樣 很佩服這些 肚龍的人 很興奮 然後你看他旁邊的 都不一樣的時候 然後 趕快跟上 對 然後會一直笑 因為你 因為你很怕自己做錯 平常的表演就是 自己在那邊耍漂亮 然後 現在就是 要駕馭這隻獅子 就是因為牠很重 然後你就很怕 把你沒有做好這樣子 我們真正表演了之後 才發現 更敬佩了大家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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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謝謝 親一下 好棒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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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好厲害 大公開時光驚 好 好 是柿子 真的 你好 早安 我們是來打工的 OK 有看過採獅子嗎 沒有 我們這種獅子都要經過日曬跟彈烤 那我等一下就帶你們去採獅子 好 然後跟我們的視點怎麼製作 好 那我們其實獅子它 我們也稱它 因為它有四種顏色 它會從綠色變成黃色 然後再變成橘色 再變成紅色 對 那我們怎麼採呢 一般像矮的話 我們直接把它往後拌 就掉了 這一隻就是我們比較高的話 我們就會用這個去繞它 勾勾的地方 我們這樣套到它之後 開出我們就可以把它拉下來 對 這就是我們設計了勾勾的原因 勾勾 剛剛採的呢 這一顆大顆的 這個叫牛心 牛心 對 為什麼叫牛心 因為它很大顆 很像心臟的感覺 這個明顯比較小顆 像石頭一樣 所以就叫石式 那這個呢 特別的品種 我們像那種大鎧的毛筆的頭 有 對… 所以就叫鼻式了 那我們基本上做食品 就是這三種 我們現在就回工廠去試作吧 出完車 好呢 你有看到機器跟人工對不對 對 那有機器了 為什麼還有人工 把它再修乾淨 有一些沒有修乾淨的地方 哪裡修不乾淨 頭跟尾 頭尾 手工修的好處 就是它們幫我修頭尾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有壞掉的地方 它就把它削掉 那其餘的還可以使用 所以它們是 我們做的視頻第一道品管 那我們機器要怎麼做呢 來,我們拿一顆手杖 我們盡量這樣子拿 好,第一頭向我們的右邊 對準之後呢 然後我們慢慢放開 它就會縮回去 好了之後呢 按一下就好了 很好,可以來這邊打工 可以 對,那我們以前純手工怎麼削 我現在表演一下 好,我們以前是醬皮削皮的 我覺得剛剛看到老闆一刀削完 太厲害了 因為它很快 然後就那一顆就削完了 管是上台一分鐘 上台十年功 好,那現在就交給你們了 好 交給我們 我覺得這個工作很有趣 就是你看那個機器在轉的時候 它在削皮的時候 然後又這樣滾下來 就覺得很可愛 就是我削得有點太慢了 因為就這樣去頭去尾而已 旁邊的阿姨知道 已經弄掉幾顆了 十 六 八 十 六 五 四 三 二 我不行了 不行 不行 好,我都在哭了 我都沒有熱 你們要多熱 四 我覺得有同情四子 對 裡面溫度超熱 我覺得很像焚風的感覺 真的很熱 怎麼了 剛剛有進去體驗了是不是 對 這是剛剛消完皮之後的第一個動作 也是我們保留傳統做法的原因 第一個讓它水分乾燥 那第二個為什麼會煙燻 因為我們在曬好像會有蒼蠅那些 那怎麼辦 以前古代人沒有殺蟲劑 他們怎麼驅趕 就是用煙燻的方式 再來我們就是挑選龍眼木 它會有那個香氣 所以我們做出來的食品上面 就會有與眾不同的龍眼乾的味道 然後我們烤完之後 我們就會推出去曬 為什麼還要再曬 已經燙烤了,為什麼還要再曬 對,它現在是熱風 所以我們要到外面 去曬太陽跟吹風 就是讓風去把水分帶走 這是傳統做法 我們這邊為什麼會非常適合 食品的製作呢 是因為第一個,天使 我們這邊因為特別乾旱 很少下雨,所以叫旱坑 再來呢 我們這個旱坑是屬於一條 狹長的地形 每年的九降風 就我們講的東北季風吹來的時候 基本上它就是停留在這裡,不走 它就形成一個天然的乾燥機 所以就很適合我們做食品的 日曬跟風乾了 好,很棒 完成 辛苦了 怎麼感覺 很累 很重 很重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每天都要上上下下 太陽出來要上來 太陽下山我們要再收回去烤 就是一個循環 那多久呢 七天到九天 七到九天除了烤跟曬之外 還有一個第三天開始最重要的動作 我們每一顆獅子要幫它按摩 按摩 我真的覺得獅子有點好命 你想後面還有幫它按摩的油 你看,一顆獅子外面好像乾了 對不對 對 可是它裡面還是有水分 那我們現在做這個動作就是幫它按摩 這樣它水分往外排之後 它才會繼續乾 那我們怎麼捏呢 大拇指要放在它的上面 所以你等一下捏下去 你就用力捏,沒關係 但是你會感覺它快爆 我們就放開 好,就這樣 對,就這樣 看似這樣,就這樣 對,其實它技術含量也很高 喔,對不對 像你就破了 我弄破了 所以看起來是很簡單 我這可是好幾年的經驗 對,可以再用力一點點 覺得我的給獅子按摩的能力還不錯 力道都拿捏得很好 完美,都沒有破 旁邊的一直破 對 我覺得這趟新竹之旅真的很棒 因為它可以讓我不再是從 就是課本上看到的柿餅 然後我是直接在柿餅的面前 然後瞭解它整個過程這樣 我覺得很好 從採柿子 然後到把它們削皮 然後燙烤還要給它們按摩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我以為就是把柿子摘下來 然後放在上面 然後就給太陽曬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沒想到還要燙火烤 一直這樣來回來回 一個禮拜這樣超累的 我覺得我真的很佩服做柿餅的人 體力真的很好 是柿餅 對,這個就是 我們採下來的 最后的生品 吃看看囉 看你想吃哪一種 我真的很愛柿餅 太好吃了 真的美味 咱們看上面白白的 是發霉嗎 不知道 來,上面東西叫做四爽 它是它葡萄糖結晶出來的東西 對,它其實是一種很珍貴的 中藥材 還有一個 就是你們今天辛苦工作啦 謝謝老闆 然後這一盤 交給我就好了 也交給你們囉 對 交給我就 師兄 你拿那個,我拿這個 好 白是紫 還有是餅 這裡好漂亮 你看那個 這是什麼地方 太美了吧 這是什麼 有點像藍染 可是它的顏色不是 不是藍色 對 不然你覺得是什麼 不知道 聞聞看 這個是我們試染的布 它是用柿子的果汁染的布 為什麼會有柿染呢 是一個有趣的意外 是因為有一次呢 就是到了那個柿餅工廠的時候 意外發現到了一根柱子 那個柱子很特別的地方呢 是因為它上面充滿了手掌布 原來是因為阿姨他們在 削柿皮的時候 手上會沾到很多柿子汁 那因為他們就是年紀大了 所以他們就會想說 要扶著柱子站起來 所以柱子上面就殘留了 很多手掌印 才了解到說 釋染它是一個 釋勞度非常好 而且會越曬越深的一個特性 依稀 我考你們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這兩塊布 有什麼不一樣嗎 顏色 花紋 對 一般植物染呢 就是他們的技法 就是大同小禮 插在染材布一樣 那我們通常都是會用 石頭啊 或者是彈珠 還有橡皮筋跟棉線 來做我們的紋樣技法 那我想問的是 就是這兩邊有兩個顏色嗎 他們染出來真的是 藍色跟橘色嗎 不是 就是藍色這個是 藍色的這個綠酸桶呢 它可以染成咖啡色的 紅色的綠酸桶呢 它可以染成鐵灰色的 那我們現在先教你們 怎麼做蛋豬紋 另外一個呢 是蜘蛛紋 就是教給你們幾個技法 你們可以運用在上面 能自由發揮 手染布 它就是很隨性的創作 每個人染起來 都是非常不一樣 我們的作品 無所知事 是不是太漂亮了 來囉 經過一天的曝曬 那我們的曬紋都有出現 下來就可以把我們自己的染布 放到我們的地設計裡面 那你看它的顏色 有慢慢的變身了 真的耶 已經開始變黑 變黑色了 兩個顏色都很明顯 那等一下一定會很漂亮 那大家就先來看我的了 喜歡嗎 我只能說太好看了 換我 換妳的 好看啊 有達到我的那個標準 就是亂七八糟的感覺 你們兩個人做得真的很棒 然後曬紋也都有出來 之後要注意的是 我們要放兩個禮拜 才可以清洗 好的 謝謝 很開心 請前往南京漁寮 不用魚溝怎麼釣魚 什麼意思 不用魚溝 怎麼可能 要怎麼釣 用手抓 是這裡嗎 是這裡嗎 嗨 來打工嗎 對 對 到幾點了 你是來吃午餐的 有沒有看到那個青蛙莊 有 趕快去換一換 工作了 不然中午沒得吃了 好 趕快 知道這是什麼魚嗎 球刀魚 這個是 豬甲魚 好 這個是青魚 我們今天拿這個來幹嘛 來餵魚 來看一下 好大隻喔 你看 超大隻 OMG 這個是龍膽石板 它體型可以到三百斤 旁邊的就是分尺寸的 其實大家對新竹既定的印象 就是一個科技的城市 那沒有人知道說 這裡有豐富的魚資源 我們這裡有70公頃的養殖區 就是60公頃是養烏魚 那有10公頃就是養其他的 黑雕啦 石斑啦 鱸魚啊這一類的 所以在整個台灣 最北的一個烏魚專業養殖區 就是在新竹這裡 很多 這邊都很愛吃 我們家味道沒動靜 老闆 我們好了 教你們 我們小時候玩的玩具 好 我們小時候 其實就是 會砍竹竿來釣魚 然後綁個釣線 有沒有看到一個圈圈 有 然後把這個繩子穿過去 然後把魚呢 穿過去 然後把它拉緊 這樣就可以釣魚了 中餐 有釣到就吃石斑 沒釣到就喝湯 3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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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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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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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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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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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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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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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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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所以就是蝦子沒有很多 對,應該是你們剛才說的時候 動作不夠快 對,那我們今天可能就是 我的問題 下面剛才頭剛才有蝦 YouTube 不行了,我不敢 你們蝦不敢出來打什麼光 是我來幫你們打工吧 我們這邊就是靠近海邊 所以我們會用外海的海水 進來做淨化消毒 用益勝菌去控水質 那所以這邊的蝦子 它是野生的蝦,它叫沙蝦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 就是剛才收蝦子動作要快嗎 為什麼 因為蝦子它其實離水之後 它就開始缺氧 缺氧之後它可能不是這麼新鮮 所以我們從現在要快 要快點 就是快很準 把蝦收起來倒進去 把最新鮮的蝦給客人 好 因為其實蝦子的耗損率非常大 知道嗎 知道了 我們要去包蝦子了 快點快 快快快 好,現在就要把那個冰塊 加到水裡面去做冰鎮 再來 把我們今天抓到蝦蝦 倒進去 那現在我們要去做包裝的動作 那這樣可以了嗎 可以了 你們等一下就帶著它去直播 這樣才是你們今天打工費 直播嗎 對,你們想辦法把它賣掉 好不好 對,我們不只要會抓 我們還要會包裝 還要會賣 其實今天打工是不合格的 因為我們平常其實收蝦人 大概五六點就要起床 因為我們蝦車 台灣的蝦飯大概是五六點 就會來收貨 他們很早就要去擺攤 所以要很早起床 然後第二,是動作不夠快 因為我們蝦子其實 離開水面之後 它很快就做缺氧的動作 所以我們收蝦的動作 要很快 我覺得中速以上幾點 今天下冬幾點是不合格的 我現在真的超緊張的 開始了 好,開始了 我們來到品溪的直播 我們今天有賣蝦子 還有這個 龍虎石斑 龍虎石斑 那到底是多新鮮呢 這些東西 你說這些東西嗎 對 我剛剛從海裡抓上來 直接抓上來嗎 然後做這一道這樣 在亂講什麼 沒有人要買的,你看 現在躲得安靜 對啊,為什麼人那麼小 都沒有人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做 你現在來一首蝦子舞 那我們就帶來一首蝦舞 Baby Sh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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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有人買耶,你看一下 是誰 我去一次,你看一下 是誰 台北的董先生嗎 他買了兩包 買了 我們快出去了 我們進來賣了兩包 兩包 今天成功了 天啊 老闆 我們這樣直播這樣子可以嗎 有OK嗎 有賣完嗎 兩包 兩包而已怎麼可以 對 忙了一天 你們剛才賣錯魚 賣錯 這是什麼石斑 是嗎 龍虎石斑 龍虎 對啊 龍跟虎 不過還是辛苦你們了 謝謝 獲得了我們的 今天的打工薪水 打工薪水 一開始抽到新竹的時候 我整個 傻眼 因為我跟新竹不熟 整趟旅程結束之後 了解了飼餅的製作過程 然後認識了烏龍武師 我覺得整個 就是讓我對新竹打開眼睛 雖然很累 但是很開心 從來沒有專心在聽老闆 在說什麼這樣 所以有點給自己小扣分 對 但是我都是很用心的 在每一個旅行 每一件事情想這樣 打工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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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